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突发节目 今天的新闻带来了三个引人注目的故事 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一位勇敢的警察灵支柱 他在2019年遭遇袭击后 决定利用自己的经历来帮助犯罪受害者 这是他首次接受媒体采访 真是令人感动的故事 接下来中国总理李强首次访问澳洲 这是自2017年以来首位高级北京领导人访澳 李强宣布澳洲唯一一对大熊猫将在15年后返回中国 并计划参观南澳的一家酒庄 这次访问象征着两国关系的改善 最后以色列军方宣布每天在加沙南部暂停军事行动 以便更多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区 这一决定是在国际社会的批评声中做出的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Japan Times报道 2019年在大阪府吹田市的一个警察港庭前 遭袭的警官小赖灵支柱 如今希望利用自己的精力帮助犯罪受害者 小赖在首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她希望能让受害者感到好受些 因为她理解他们的处境 5年前的6月16日清晨 小赖在港庭前被一名持刀男子多次刺伤 伤及左胸和双腿 导致她一度失去意识并处于危急状态 如今她以晋升为高级警官 并决心通过自己的精力为受害者提供支持 Japan Times报道 中国总理李强 开始了自2017年以来 首次由北京高层领导人 对澳大利亚的访问 标志着两国关系 在亚太地区安全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 有所改善 李强周六抵达南部城市阿德莱德 参观了该是动物园中唯一的一对大熊猫 王王和弗妮 李强宣布 这对备受喜爱的熊猫将在15年后回到中国 但他承诺将用新的大熊猫来替代它们 下午 李强预计将参观南澳大利亚的一家酒庄 此行象征意义重大 因为中国今年早些时候 取消了对当地葡萄酒的惩罚性关税 Yahoo US报道 以色列军方宣布 将在加沙地带南部的军事行动中 每天进行战术暂停 以便更多援助物资能够送达 暂停时间为每天8点至19点 沿着从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到萨拉赫丁路 再向北的路线进行 此举旨在增加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量 以色列军队目前在加沙南部城市 拉法地继续进行国际军事行动 拉法被认为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最后据点 加沙战争由去年10月7日 哈马斯及其他极端组织 在以色列发动的史上最严重的屠杀引发 导致超过1200人死亡 以色列军队的行动 尤其是拉法的行动 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 据哈马斯控制的卫生部门称 以色列进攻加沙期间 已有超过37000人死亡 85000多人受伤 但这些数据尚无法独立核实 悉尼陈锋报报道 布鲁塞尔在上周的欧洲议会选举中 绿党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席位 表现惨淡 欧洲联盟近年来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一直是全球最具雄心的前沿 通过制定高排放削减目标 准备放弃内燃机 推动自然恢复 和限制农业对环境的影响 等重大政策转变 绿党在27个成员国中 成功推动了这一议程 然而 欧洲选民的优先事项发生了变化 对乌克兰战争 及其对国防和经济的影响感到焦虑 生活成本危机 仍在困扰核心成员国 移民问题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 绿党的吸引力似乎已经消退 甚至被认为脱离时机 荷兰著名绿党政治家的巴斯 埃克豪特表示 欧洲在气候行动方面做了很多 但乌克兰战争和通货膨胀 导致的生活成本危机 让很多人开始担心 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些措施 中间派政党通过吸收绿党的议程 蚕食了绿党的支持 绿党的身份未能充分演变 使其显得过于专注于气候问题 而这一问题 在选民优先事项中的排名下降 此外 反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反弹 也在加剧极右翼政党 通过迎合经济困难的公民 成功吸引选民 尤其是在德国等绿党 参与执政联盟的国家 表现尤为糟糕 日经亚洲报道 东京 在东京的一家 A-Nigia杂货店 一位64岁的兼职妇女 正在购买打折的鸡蛋 如果不买打折商品 她的家庭财务会很紧张 根据Talky Buy优惠券应用程序的运营商 Local Guide的调查 鸡蛋和乳制品价格高昂 日本的通货膨胀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全球对股物需求的增加 能源成本的上升和劳动力短缺 日元贬值 也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力 大阪的A-Nigia章鱼烧连锁店 负责人远腾胜表示 现在章鱼的价格比和牛还贵 A-Nigia使用的是 从西非毛利塔尼亚海岸捕捞的章鱼 但由于章鱼在欧洲和中国 越来越受欢迎 日本贸易公司在竞购时处于劣势 2023年 东京丰州鱼市场的冷冻章鱼批发价 达到每公斤1668日元 比10年前翻了一倍 而A-Nigia和牛每公斤的价格 则在1550到1600日元之间 A-Nigia的章鱼采购成本上升了10% 章鱼暂时采成本的70%到80% 该店在2023年7月提高了价格 但远腾表示 可能还需要再次涨价 日本的章鱼烧摊贩们 正努力保持每份500日元的价格 以便消费者能用一枚硬币轻松购买 雅虎美国报道 尽管茉莉·林沃德是布拉特邦时代最大的明星之一 但他并未出现在安德鲁 麦卡锡的新纪录片《布拉特》中 麦卡锡在接受娱乐今晚采访时表示 林沃德和他在早餐俱乐部的联合主演 贾德·尼尔森都拒绝了出现在纪录片中的邀请 尽管如此 布拉特邦是一个持续的关系 麦卡锡说 有些人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 愿意或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这反而增加了纪录片的深度 林沃德和尼尔森在《布拉特》中通过档案片段出现 尼尔森在影片结尾时 打了一个最后的电话给麦卡锡 与此同时 戴米、摩尔、罗伯、劳、艾米利奥、艾斯特维兹 艾利、谢迪、乔恩、克莱尔等在1980年代成名的演员们 出现在镜头前 讨论那个时代的持久影响 布拉特邦这个称号 由纽约记者大卫·布鲁姆 在1985年6月的一篇封面故事中创造 影射了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好莱坞和拉斯维加斯的硬派娱乐圈 记录片中 麦卡锡表示 这个称号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艾斯特维兹认为 这个贬义的标签 几乎确保了这些演员 再也不会一起出现在荧幕上 摩尔和劳 似乎更能轻松面对这个标签 摩尔在片中表示 他看待一切都是为我们而发生的 而不是对我们发生的 纪录片不仅仅是对标签的反思 还充满了关于这些演员年轻生活 和职业生涯的意识 摩尔透露 他在拍摄《圣埃尔摩之火》时 正在与成瘾作斗争 而麦卡锡则回忆起他和劳贝丽莎 明尼利带到萨米 戴维斯的家的经历 MIKEASIA报道 以色列军方宣布 在加沙南部地区 实施战术暂停 以便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 该暂停将在拉法地区 每天从早上8点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500 开始持续到晚上7点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00 并且会每天进行 直到另行通知 此举旨在让援助卡车 能够安全到达 以色列控制的凯瑞姆沙洛姆过境点 再通过萨拉赫丁公路 向加沙其他地区运送物资 以色列与联合国和国际援助机构 协调了这一行动 自从以色列地面部队在5月初进入拉法后 该过境点一直面临瓶颈问题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8个月军事攻势 已导致加沙陷入人道主义危机 联合国报告显示 广泛的饥饿和数十万人 濒临饥荒 国际社会敦促以色列 采取更多措施缓解这一困境 《华盛顿邮报》报道 为了填补前线步兵的严重短缺 乌克兰采用了俄罗斯的一种策略 释放同意参军的重刑犯 包括那些因贩毒 抢劫和谋杀等重罪入狱的人 自5月起 已有2750多名男子 从乌克兰监狱中被释放 他们换上乌克兰军装 部署到前线 24岁的Sinor Chirbina 因贩毒服刑6年 他希望通过参军赎罪 Sirai Litvinenko 因致命袭击服刑14年 他对是否参军还在犹豫 乌克兰议会通过了一项心动员法 但尚未招募到足够的新兵 司法部长Denis Malaiska表示 预计首轮招募中 至少有4000名犯人 会自愿参军 这些犯人将被分配到 专门的突击旅 与俄罗斯军队 进行面对面的战斗 《卫报》报道 以色列军方宣布 在加沙南部地区 实施战术暂停 以便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 该暂停将在拉法地区 每天从早上8点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5.00 开始持续到晚上7点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00 并且会每天进行 直到另行通知 此举旨在让援助卡车 能够安全到达 以色列控制的 凯瑞姆沙洛姆过境点 再通过萨拉赫丁公路 向加沙其他地区运送物资 以色列与联合国 和国际援助机构 协调了这一行动 自从以色列地面部队 在5月初进入拉法后 该过境点 一直面临瓶颈问题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 8个月军事攻势 已导致加沙陷入人道主义危机 联合国报告显示 广泛的饥饿 和数十万人 濒临饥荒 国际社会敦促以色列 采取更多措施 缓解这一困境 多伦多星报报道 塞内加尔的渔民们 迎来再生节 特贝斯基 本应是一个 充满喜悦的时刻 但由于物价飞涨 失业率创新高 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这一节日 如今却成了 许多人的痛苦源泉 48岁的渔民 伊布拉辛迪乌夫表示 他因为担心 节日的经济负担 已经无法正常吃饭和睡觉 迪乌夫是家中的 唯一经济支柱 但他未能筹集到足够的钱 购买一只羊 而羊的价格 至少要250美元 塞内加尔的渔业 受到了气候变化 和来自中国 俄罗斯和欧洲的工业 拖网渔船的冲击 渔民们的生计 变得愈发艰难 尽管新政府 承诺改善渔民的生活条件 但目前实际情况并未改变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一名男子 因涉嫌在悉尼北部海滩的 一处公寓内 袭击并谋杀之名冲浪者 盖伊·海姆斯 而被指控 现年59岁的海姆斯 在今年2月27日 被发现头部严重受伤 随后被送往皇家北岸医院 但在15天后 不幸去世 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 并在悉尼西部的格连埃克 逮捕了41岁的杰森 布雷特·达尔·莫林 他被控谋杀和两项绑架罪 目前仍被拘留 海姆斯的家人 对他的突然离世 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 海姆斯在北部海滩社区中 非常有名 是一位热心 友好的冲浪者 日本时报报道 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 其关于离南海争议地区 最近的岛屿的 大陆价延伸的主张 中国几乎声称 拥有整个南海 而该水域每年 有数万亿美元的 船运贸易通过 海底也被认为 蕴藏着巨大的 未开发的石油 和天然气储量 对于人口不断增长的国家来说 南海也是重要的 渔业资源 菲律宾的这一举动 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上 争取对其主权主张的认可 美联社 在经过一年多的休息后 杰万塔坦克戴维斯重返拳击擒台 在第八回合 以1分29秒的时间 击倒了弗兰克 马丁 保住了WBA轻量级冠军头衔 戴维斯以一击右拳和两击左拳 击中马丁的脸部 使其首次职业生涯中倒地 结束了他18连胜的局面 戴维斯再次证明了 自己是拳击界最凶猛的重拳手之一 战绩提升至30胜灵负 其中28场是通过KO获胜 比赛在拉斯维加斯的MGM大花园竞技场举行 这是该场馆举办的第100场冠军赛之夜 戴维斯和马丁的比赛成为当晚的焦点 吸引了众多拳迷的关注 戴维斯在比赛初期表现稍显迟缓 但从第四回合开始逐渐掌控局面 最终在第八回合 以一连串中拳击倒马丁 赢得比赛 Yahoo US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洛杉矶市中心举行的筹款活动上 筹集了超过2800万美元的连任竞选资金 包括乔治 克鲁尼 朱利亚 罗伯茨和前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 吉米 吉梅尔主持了拜登和奥巴马在孔雀剧院的讨论 话题涉及堕胎和最高法院 拜登警告说 如果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再次当选 将会任命两名新的最高法院法官 克鲁尼宣布着这次活动是 有史以来最大的民主党筹款活动 活动门票价格从250美元起 最高可达50万美元 包含与两位总统合影和参加派对的机会 第一夫人吉尔 拜登在活动中表示 能有如此多的艺术家和倡导者 站在他们这一边感到非常谦卑 活动吸引了众多名人和政界人士的参与 但也引来了加州共和党 和一些亲巴勒斯坦抗议者的批评 南华早报 中国生物质药公司科兴生物 回应了一份 关于美国军方在新冠疫情期间 进行秘密反疫苗计划的报道 称五角大楼的行动是 错误的攻击将带来巨大灾难 路透社的调查显示 2020年夏天 300个推特账户被创建 贬低中国的口罩 测试套件和科兴疫苗的质量 这些账户的推文 通常带有 China Virus的标签 意味 中国是病毒 科兴发言人袁有为表示 污名化疫苗接种 将导致接种率下降 疾病爆发和传播 社会恐慌和不安 以及对科学和公共卫生的信任危机 他强调 科兴的目标是 提供能够消灭病毒的疫苗 帮助人们过上健康的生活 报道还提到 美国的反疫苗计划 在2020年春季开始 扩展到东南亚以外的地区 并在2021年中期结束 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 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询问 该计划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启动 并在拜登总统任期的几个月内 继续进行 直到2021年春季 被白宫叫停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pna is dancing microbes always prancing cure for every puzzle genius with no muzzle from big bang explosions to atoms in motion the universe and oceans perpetual commotion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science in the sky now holograms we say wow quantilates and robots science news that we got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if you dar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for the stars out there